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城市走足节目 今天来到这栋郭氏古宅 可以看到这栋建筑物 它的保存非常的良好 然后里面就是古色古香 可是它的外观又有一些那种 欧阳的这种阳柔的风格 那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这里的 缺小姐来帮我们介绍这栋古宅的历史 好 大家好 很欢迎各位来到郭子怡纪念堂 那么郭子怡纪念堂的成就 大概是在十年前 我们进行修复 因为各位看到的这栋古宅外观 整栋建筑物是在1917年就盖了 所以到现在有105年历史 那这中间曾经是荒废 在民国88年被市政府列为市定古迹 那之后就荒废在这儿 我们在十年前借由世界郭市中心总会 然后把它修复起来 这中间呢市政府文化局有补助 补助将近1500万 但是我们总经费大概是5000万 所以修复之后我们也定为郭子怡纪念堂 对外开放提供4年来参观 那本身这栋建筑的格局就是 属于中西河壁的建筑 那外观是巴洛克斯建筑 内部的格局大概是一镇二镇 就是各位看到的这边正厅 两边是厢房 一镇二镇 对一镇二镇 然后后面的左右有两侧厢 小的 所以这里以前是真的就是有人在这里生活过 对 纯住家 当时在六季时代大正六年的时候盖的 那时候是内湖很有名的一个旺族 叫郭伐溪 那他建造之后后来没有住 转给他的堂地 郭伐浪 那郭伐浪是当时的内湖庄的庄长 那庄长就是等于是说 地方上比较名门绅士 所以有办法那种品味 盖了这一栋很漂亮的两层楼 一二楼的红砖 这样子像以前这种这个时代 以前这个时代他这样子的建筑 大概可以住多少人 这个人的话很难去预测 但是听说当时他们这里面住了五户人家 等于是说他的子女 还有什么就是总共算起来 应该是四户至五户 可是最原始呢 他们的居住应该没那么多 就是子女那些 所以经过后来为什么会欢会 就是说内湖在当时 这边是算很偏僻的 因为前面文德路也没开 那所以他们的子女呢 为了求学就业的方便 迁居到城中去 所以到后来欢会 那这中间曾经有过给一些 他本身的电容住 因为本身我们这个屋主 就是一个大地住 是 所以有请他给他的电容住 类似说提供住 然后也帮他管理一下这个房子 可是在后来也最欢会了 后来三七五检株 那土地留工地放年了之后 也没有电容了 所以电容都千居他处就 持续在这边欢会 那我们想要了解这里的历史的话 这里好像有一个互动装置 对我们真的是互动式的一个导览装置 这里面会有介绍一些 比如说像我们修复的过程 还有我们为什么会成就修复这个古厝 那古厝修复之后 有世界郭寺中心总会修复之后 就作为我们郭子怡纪念堂之用 为什么要做纪念堂 那刚刚讲了 这本身我们屋子姓郭 那我们台湾所有的郭氏家族 郭姓 大部分百分之 那个百分之七十八十 都是郭子怡的后裔子孙来台的最多 那包括我们理事长 我们世界郭氏中心的一些 就是宗长们 有到大陆去寻耕考究 他现在真的是郭子怡的第六儿子 郭爱的后裔子孙来最多 那郭爱很有名 他就是唐代宗的谁 的女婿 娶了生平公主 所以郭子怡呢 我们都知道郭子怡在长朝很有名 他是文武兼备 而且又是平定安死之乱 那台湾的所有郭姓呢 就认为他 能够作为他的后裔子孙也予有荣言 是 不好意思我历史全都忘光了 没关系 评讲评讲 所以他们希望说在台湾能有一个 他们可以聚主寻耕的地方 他们在大陆的山西婚洋 也有一个很大的叫婚洋王纪念堂 专门纪念郭子怡的 我们在十多年前以前 台湾的中心的主团就到那边 所以真的是一个姓氏 他的那个历史上出过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然后往后的代代子孙都会以他为尊 对对 所以我们每年在郭子怡的生日 诞辰纪念日的时候 也就是农历12月12号 我们都会举行一个很盛大的 一个庆典活动来纪念郭子怡 我们今年已经过来 刚好在农历12月12号 那刚刚我讲的我们这栋古厕 最主要内部的格局 外观是巴洛克斯建筑 它有山墙 有彩位磁砖 有泥塑 有浮雕 这是它的特色 有拱形的窗 圆形的窗 还有尖形的窗 这就是希望欧洲国家 比较特别的一个巴洛克斯建筑 那内部的格局就是我们中式的 一镇二镶 楼上也一样 那各位看到的就是 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之中 除了所有的砖瓦都是旧有保留 而且没有倒过 没有窃过 只是破损 把它做一个修复 各位可以看到一下 像这边这个有的缺角 有没有 这个就是补机只能什么 修复 不可以 不能拿一块新的砖瓦 不可以 不可以 它不可以改建 也不能重建 当然也不能不建 对不对 所以只能这样补 你看到颜色不同的 就是它有凹凸 它进行它的修复 那这个感觉很多就是颜色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真的都一块一块要这样去修补它 对 而且我们在修补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修复的当中要做修复这项工程的必须有什么 古迹降丝震照 才可以参与修复 第一个它了解磁空背景的一些建筑元素 才不会说 这个我不喜欢不好 我们把它弄掉 重新不行 它一定要尊重它原有的精神 来做这个修复 真的 那木头的部分呢 大部分都换过 包括这个梁 这一栋镜竹很特别就是 它一二楼是用梁跟板做楼层板的架构 所以我们这个为了修复之后能做纪念堂 对外来配画 所以安全起见 我们这个梁跟板都换 那唯一不变的这一根很漂亮 这个上面是 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 是 它是楼吗 它挂什么 那楼 所以这一根梁叫灯梁 灯梁 挂灯 专门挂灯的梁 对 那以前挂灯它有一个吉祥的意义 楼下挂这个灯听说以前都叫做楼珠丁 表示说这一家的人也很注重 第一个 官民的引荐 还有就是说以前都有宗教信仰 所以他们轮到他们来做一个地方上的宗教圣事的话 他们就会去职交给 就楼筑在那里的楼筑丁 所以我们这个 那我们纪念堂 成就纪念堂之后 现在是开放所有市民可以来这边参观 那一楼我们大概会呈列 郭子怡的一些风光伟业生平典故介绍 那这边的话也有他的文物 比如说这个是郭子怡的狂草书 他写的是诸葛六的著作 《护出诗表》 那也会有一些郭子怡 他在唐朝之一品高官的一些导音牌介绍 那二楼的话是从这边上去 里面也会有一些 像这个陆续的图片是修复前的 那这是我们郭氏中军总会 创会的一个历史照片 到现在已经40年了 那这边是可以上二楼 那这边一些资料看板大部分都是我们海外交流 有东南亚的一些郭氏中军会的一些资料 然后包括这个我们是跟大陆交流的 在那个大陆的青年会台 好多人 它全部都是郭氏中军 千人会议 这个楼梯也是用修复的 这个楼梯就有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木头看过了 因为原有的已经破损 那这边会有我们一个 祭祖的一些活动照片 包括这边是有修复前修复后的 前跟后 那要找很厉害的摄影师 才可以把这么多楼梯进去 我们都要做有记录 像这个是我们郭氏东南亚的一些 也是去参与中军会的一些周年期 那刚刚我说的一圣二乡 楼上呢 现在目前是作为夜览寺 以前这里就是乡王房间 那我刚刚有讲木头的部分都坏 那我刚刚有讲木头的部分都坏 唯一这左右两侧厢 这个这一层是旧有的 它是保留下来 105年了 它这上面好一个空间 这个有这个阁楼 好可爱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阁楼 对对 所以以前是可以上去就要 可以啊有放楼梯 那现在因为开放参观我们不放 因为小朋友有时候很调皮 会上去很危险的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为什么能够保持这么好 这个木头的材质大概是 不是大概是却 是木 木头材质是湖州山 那湖州山木呢 主要的特性是防虫防柱 但是要维持干爽 所以我们每一间都会有除湿机 空温 了解一下湿度到哪里 就会除湿 就必须要去除湿 才能维持 你看一百多年还这么漂亮 105年 105年的木头 这是旧有保留的 那这个现在我们大概是沉淀一些 我们海外 各地中庆会的一些交流文明